韓國瑜也同意納入助選名單 這是來自於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洪孟凱的意見 他說黨中央主發會有詢問韓國瑜的意見 所以各位 我們剛剛已經看完了前因後果 也看到他第一場的 會面跟肉面透游的形式 完整的對話 相信如果你期待這樣的一個力量 期待你們的好朋友 大家的好朋友 現身的話 相信應該會不負眾望 很快就會給大家有一個機會 那我們等一下直接連線高雄 因為畢竟韓國瑜第一站出現在高雄 那聲援的方式是透過影片的方式 把他跟大家的情感給連結起來 我想很多他的支持者看到是非常的雀躍 非常的感動的 有聲音嗎 有了 好 這我們連線高雄戰將 我們現在線上人數有1000位好朋友 其實我大學之後就常常跳舞 而且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已經很久了 我已經是 已經是198幾年的時代了好不好 那時候我們都只能在地下舞廳跳舞 因為那時候台灣還不能夠公開跳舞 你知道嗎 連在政大辦一場舞會都要寫一個 自強連歡泰國舞會好不好 你還蠻會跳的其實 還好還好還好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應該都還可以了 你有沒有請你的小編幫你設計一個關於跳舞的 我的小編也跳不過我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他們設計一些影片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可以喔 好像可以喔 這是你的特色我覺得很有趣耶 真的嗎 好啊可以考慮喔 之前一次看你在直播的時候跳 又一次看你在一群在地的那不知道是什麼 媽媽會還是排舞 排舞 最近有一次台灣參加排舞 對你跳了兩種 真的嗎 我反正音樂一放 別人怎麼跳就跟著跳就對了 我也從來沒有跳過那些舞 但是只要放著我們就會吧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那個貫穿上一次的議題囉 上一次我們聊到說 剛開始嘛 然後那個民調啊 高雄民調啊 被 陳其邁陣營做的很慘 那現在你一段時間在那邊經營了 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自己內部民調沒有那麼慘 可是呢不管山水民調啊 或者是即將要公布的自由民 自由時報的民調 告訴我禮拜六公布的民調我不太好 現在才禮拜二還禮拜三 他就告訴我禮拜六 因為我禮拜五 有一個造型造勢晚晚會 然後他們就會有人告訴我說 禮拜六自由時報公布一個民調 現在才禮拜二就告訴我 那民調不太好 所以你覺得怎麼樣呢 哈哈我也不知道 但是但是你你知道在高雄也是那個西瓜派的 所以他們會不斷的放出一些的民調啊 像什麼匯流民調 從來沒有被一個縣市做過兩次三次的 哎這次也是不斷來說 然後柯正永遠永遠是一字頭 所以呢這個還蠻打擊士氣的 但是我也不曉得一般選民怎麼看待 那現在那麼多的民調 反正你現在看完之後 心情會受一些影響了 但是第二天也就好了 因為你看到群眾跟你打招呼的方式 好像不像民調所顯示出來的 我也不曉得民調到底好不好 我只希望民調 我都會記住這些民調 等11月26號完之後 就來看看怎麼樣來驗證 應該會死掉很多民調公司吧 希望 好像很期待啊 這個講法 希望 那最近的一個大活動9月30號 是不是先跟大家聊一下 謝謝啊9月30號沒有 因為我上次跟 我上次有沒有跟你講過 我來高雄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認識我 對 我跟你講過這個 然後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有然後也很多人 很多人還不知道我是女生欸 蛤 因為這名字很男性化嘛 對不對 那很多人還不知道這個是女生 理科太太 那是因為你們有 有在做這些社群媒體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看你不被認識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認 你不被認同的時候 你當你提了證件 就不會有人相信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的證件 9月才發生 我說8月都沒有人認識我 我提證件 馬上就被他的側翼打的 你講什麼 他就給你套路嘛 啊你對高雄不熟啊 你送台北看天下啊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那就表示 人家對你根本還不熟 所以9月30號 對我個人來說 我已經跑了高雄38區 都跑過一遍了 然後呢也接觸到 非常多的群眾 那我想9月30號 可能就是在選前 兩個月之前吧 透過一場比較大型 各位我要講 跟韓市長是完全不能比 比較大型的一場造勢 然後希望能夠凝聚一些的 一些的信心跟號召力 那每個人說你這種 你這種他幹嘛選一個韓市長 那個夢時代 那個是他的選 四年前的選情之業 你是哪顆聰哪顆帥 是對 那夢時代是我們唯一有辦法 借得到的場地 好不好 原因在這裡 其他場地都不借給我們 其他什麼5000個6000個 那種比較中型的場地 我們認為最好的一塊場地 就在以前做的高雄市議會 對不起現在變成 陳其邁的競選總部了 那以前借給我們的 現在也不借了 所以夢時代是唯一 可以借到的場地 雖然很大 然後你可以預想 大家那個綠營太太酸了 你柯智恩三場加起來 絕對不會有韓國瑜一場多 我就在想 他們終於很肯定韓國瑜了 對不對 他們終於很肯定韓國瑜了 現在遇到柯智恩 就非常肯定韓國瑜 開始用酸柯智恩來肯定韓國瑜 沒差啦 反正就是我唯一可以接到的場地 然後就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呢 就是利用很多人一起共襄勝舉 那我們就看看 到底可以到什麼程度 所以9月30號 就會有這麼一場 大概全國第一場 超過萬人的造勢活動 對 好令人期待啊 說實在話 真的有期待到 我會緊張 你會緊張 因為我真的不曉得 那麼大的一個場地 到底會來多少人 你真的不知道 對不對 而且你會知道現在很多人還是在觀望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你國民黨不夠野 不夠強 然後呢我們國民黨歷經這麼多的事情 很多人都在觀望 因為國民黨很令人傷心啦 我想從那個什麼不管是初選 還有一系列的一個過來 所以很多人是對國民黨目前為止是不滿意的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你也知道很不一樣的地方 民進黨反正就是你把他補稿銷稿 反正每個人都會就會去支持民進黨 欸國民黨不會欸 他會給你考慮到你有沒有一些 這個有沒有公平正義啊 然後給你考慮到一些很高的一個標準 然後才決定我到底 他即使含淚 他也不想出來投 就讓你死 他就覺得要讓你國民黨得到教權 這種人其實還是蠻多的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希望透過930 希望我們這麼有誠意的大家就放下旗艦好不好 先把民進黨這樣搞下台 我們再來談談其他的事 這是我們真的很希望得到的 對 說到民進黨搞下台 那柯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了 民進黨在那個地方 尤其是高雄這麼溫暖的城市啊 最近有所謂的叫做什麼 高雄浮屍路 就是有20起的浮屍案 從3月6號到9月中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也誤過 因為我的團體都是在地人嘛 他們說其實高雄以前 也沒有那麼多的服飾 那最近一兩年為什麼這麼多 你看37天裡面 有9具服飾 在暗河跟連池潭 這個不得了耶 然後這個其實被發現都是五六十歲的 不管男性或是女性 然後你看高雄的警察局就會講說 我們要加強巡邏 然後加強巡邏 我這是解決服飾的方式嘛 就無止無可 當一個人不想活的時候 不是透過家庭巡邏 家庭巡邏就可以辦 我個人覺得是疫情當中有非常多人 失業 你知道中年失業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然後加上當然我也同意 這一定有些心理的問題 比如說因為你看不到希望 你有很多的憂鬱症 你知道我還是必須要提醒了 現在老年的憂鬱症 其實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六十歲的比例非常高 七十五歲老人的自殺比例 那我們高雄過去十年 死了4700人 他的自殺率是全國第一名 高雄光是自殺死了4700人 你可以講清楚 我們的自殺率是全國最高的 然後我們也是提出這些問題 你看馬上側翼又在說 你又在唱說高雄 那甚至有精神科醫師跑出來告訴我說 你一天到我寫自殺 你是在有那種模仿效應 所以我才常常覺得說有些時候高雄 他就是他沒有要面對問題 他都是在解決這個提出問題的人 我覺得這是讓我覺得很匪夷所思的 我就只是透過數據啊 然後服飾那個圖表也 你看到也不是我團隊做的 就是一般人就這麼講了 哈哈有啊 OK好 你們也看到數據啊 對不對 那個幸福城市那個福字 也讓他有福生物還什麼之類 就讓人家很有感 那個就是嘛 怎麼可能要有一天兩句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個覺得有太大的一個社會安全網絡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那你覺得為什麼陳其邁暖都暖到後面 變成這樣浮起來 我覺得他用很多的數據啊 你知道嗎 像很多時候譬如說他有一個台積電來 然後就可以一白遮山蟲 台積電一來 反正他又開始拍拍手 然後就可以避掉了一個所謂的 一天到晚高雄最近也除了福智之外還常常停電 所以高雄人都知道了 我們一天九月已經停了八地 第一次停電了 那每次都是小動物靠柯林 我們小動物全部跑到我們高雄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那停電的問題 然後豐富的問題沒有解決 然後你知道福智的問題 反正他只要有台積電來 然後最近又有友達來 然後最今天是蓬佩奧來好不好 蓬佩奧來 然後再有幾場比較不得了的 這種大型的一個活動 好像大家覺得高雄充滿一個希望 可是活動完之後 你要是有機會來高雄 你住哪裡啊 你住發展 那個太漂亮的城市了 地震沒有怎麼樣 現在都在恢復期 可是你的畫面後面的樹還在 你後面的那個樹還在 沒有注意到 你這邊還好嗎 不過同樣同屬一片土地 所以我告訴你就是高雄很多時候 就去用這些表面的數字 然後你看觀光業已經慘到不起 可是你看前天的觀光的這些大佬 就出來幫陳其曼主辦 投組後援會 勞工也很辛苦 通膨這樣子搞下來 每個人越過越火 然後勞工就有三十幾個團體 就站出來力挺陳其曼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真的是 但是你去問高雄在地的人 陸居會講話 你到底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生活過好一點 沒有啊 你通膨現在的結果 每個人越過越不好 所以我大膽地說 這個福祉一定跟你看不到機會 看不到希望 當然還有你自己心裡的疾病 一定是環環相扣的 有太多黑暗面了 你真的太多意義 沒有特別去解決 都給我們一些正向光明了 那高雄人也很玻璃心啊 你不能隨便講高雄不好 你不想你講高雄不好 你馬上就唱衰高雄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你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態度上面 真的是沒有辦法好好解決 所以高雄還是得要一步一步 你要去經營才有可能會改善喔 我必須要 所以我現在決定還是要好好的把數據講出來 不管你說我是不是唱衰 所以我就要提出來 福祉就是一個問題啊 停電也是一個問題啊 低薪也是一個問題啊 空污也是一個問題啊 我舉的哪一項不是問題 高雄的低薪是怎麼回事呢 畢竟有台積電要進來以後應該就 會有給人家這種遐想 就有這種想想啊 問題是你有台積電到你花蓮 你會去台積電工作嗎 不會 真的嗎 就是這樣嘛 台積電的確可以創造很多工作機會啦 他還包括他整個半導體產業 那個S狼帶一行程 會讓很多科技人才進去嘛 台積電大概可以增加1500個工作機會 那其他他們都讓他加起來 科技人才大概有6萬7萬左右 但是我們高雄的同業人口是140萬 是140萬 所以我才說嘛 我們不是只有台積電啊 他周圍會帶動一些 但是台積電還沒有來 我們的房市 高雄現在的房價 但是全國飆漲最快 最高了像男子啊 現在都可以看到四字頭 以前都是一字頭二字頭 現在都四字頭 哇哦 就可以知道啊 所以我們的年輕人 我就說你那個比率嘛 這個科技業的比率 它的那個附加價值很高嘛 那我們勞工 其實最多的是100多萬 那個都是做比較基層 然後附加產值比較低的 那你怎麼辦 你有台積電很好啊 但是你還有100多萬 是屬於這種比較的 對高雄現在反而就變成怎麼樣 你那個薪資差距會越來越大 我們那個M型的差距非常非常 所以你把這些高科技的 跟我們低層老公 把它平均起來 陳其邁就大膽說 你看我們這樣的 最低薪資比台中還要高 可是那個背後是在告訴你什麼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你不能只看到數字 民進黨就很會選舉啊 每次都給你看表面數字 你問高雄人 真的有沒有過得比較好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薪水還是很低啊 薪水還是很低啊 這個都是事實啊 他有看到你有提出一些青年的政策 是不是跟大家聊一下 我覺得青年政策 說實在 每個都想解決青年政策 那我就說高雄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給你補助嘛 那你就告訴我 你如果想當老闆的話 我們就給你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就給你200萬嘛 你就可以 那你兩年 免利息嘛 他問你我問你 如果你這個評估不能給你200萬 但是整個經濟量體不夠 你沒有辦法有那麼多消費 你開了一家店做了一件事 請問好了 那就給你4年 那你你就繼續延展 你就繼續延展 可是你店還是開不起來 你看這個年輕人是不是背負的 即使給你延展了6年8年 你還是背負了200萬的債務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你 你不是只有給你說 我給你 給你一筆貸款 你中間 你要幫助他成為金債 投給 你要幫他做很多像那種 師徒制的 我還要幫你做很多的福导 幹嘛幹嘛 那高雄市政府就在剛開始在貸款給你的時候 就幫你看看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行 之後 美其民事 但是我問了 真的不是 所以我們在很多年輕人 其實背負了很多的債務啊 那那光是一個利息免付不夠的 那個債務還是掛在你身上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從頭做起的 你的補助不能只是高科技了 我高科技不需要你了 但是陳其邁還是 還是為了這些高科技的人 給他把我們中期的有機農產推出去 把那一塊地蓋了這個住宅 是要給這一群高科技人才有 要能夠讓他們安心安家 高雄我們歡迎高級科技 但是你不能只是把它當作 你唯一的重點 你還要讓他 讓他整個產業的均衡化 就像我說啊 啊我就是不想 我就是不想做高科技啊 啊我就是想做別的 啊我別的 我有沒有辦法均勻化 像我上次已經跟你聊到 哎我這次真的是 真的是找高雄在地 一周從台北掉下來 那我問他說 要不是我這次選舉 他們不會留在高雄啊 因為高雄沒有他們這種需求啊 所以他們都往台北 那我說為什麼往台北 你看你們如果花蓮到台北也是啊 你就是很多的房租各方面 都都會需要花錢 但是他們告訴我 在台北可以看到希望 他可以看到希望 所以他願意賭 所以即使房租扣完 什麼都沒有 他還是願意在台北 因為豐富嘛 那高雄就是讓他覺得 產業就比較單一啊 所以你還是要讓他的多元度 均衡度 你還是要擴展 你要擴展 所以你包括特展啊 年輕人喜歡特展 你要幫他製造很多的平台 製造很多的空間 但是最重要的你要把他的量體帶大 不然我去博二 每次要去幫那個文青買一個 哎 工島 我要去幫你買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別針 很漂亮啊 一個四千塊耶 那多少人可以像我們 我們這樣可以買一個四千塊 可是他沒有四千塊 他那個手工不夠用啊 那你說他可以撐多久 所以你要是沒有像我們這種 比較是有一些可以 還可以付得起的 你完全靠旁邊的 那體不夠 你當然還是會倒閉 這都是環環相扣的問題 所以你提出了一個數據哦 我有看到 因為 陳其邁市府是說 整體年輕人的失業率很低嘛 可是你講說 他講的是15到24歲 本來就是啊 他用15到24歲 他說他說 OECD都從15到24歲 他說我們失業率是最低 是類 我們根據勞動人力來看 我們 我們高雄24歲到29歲 甚至到35歲 他的失業率是全國最高 哇 都只講前半步 都講後半步 我問你15到24歲 那真正的勞動人口是25歲到29 甚至到35 然後我們高雄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高雄人一直流失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勞工的人口越來越多 以前只有130幾萬 現在變成140萬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就要拍探戒啊 你看人人口越來越少 但是呢 我們從事勞動工作的人反而比 從2019開始比過去更多 就表示每個人都還要再出來工作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不能只講年輕 我覺得也不能齊之勞 所以當你那個勞動人口 從45歲到65歲這麼多 我都覺得應該延長 當你還可以工作的時候 應該延長 要給這些人尊嚴 那你說工廠怎麼辦 給他放大鏡 你不覺得嗎 很多地方給他放大鏡 根據這些比較是65歲 68歲還願意做的人 給他放大鏡 讓他的那個 各方面更友善 這是我們目前為止 可以增加我們老地的方法 我真的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是 不是一個很好的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不要被 美化掉了 完全不是這樣子的 真的不是 他們為什麼都不做 這難道這就是浮屍的概念的存現嗎 我覺得他們都會顧及 你知道嗎 你陳其邁他 你要去還債 你當然就要用 我們也找出他很多債務的問題 你說他什麼零舉債 哪有 他是把他的債務藏在那個一年 一年 他是都把零舉債是在一年 他都藏在兩年以上的 然後兩年以上的 或是自償的債務當中 我們都把他揪出來 他就沒有再回應了 高雄債務很多 一個人要背負8.9萬 但是我告訴你 高雄人告訴你 沒差啦 反正是政府付錢 我又不用付8.9萬 所以他們對這個數據是無感 當我們告訴你 高雄負債是全國最高 他們說 我一個人8.9萬又不是我付啊 可是這不是你付的問題 你會擠壓到非常多的空間 那就像他們常常說 我們高雄的社福支出是最多 好像很厲害 高雄的社會不利的支出 為什麼最多 因為高雄老人跟弱智是全國最多的 所以你當然要發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這個社會福利的支出 在這個上 所以這個數字不能只看他數字 你要看他背後的因素 當你老人弱智很多 你當支出就越多 你拿來當這個東西來當政績 這是完全不對的對不對 哎可惜你今天還願意聽我講 我每次在這邊講 每天就跟他說我們在暢水高雄 然後現在媒體都被慌得死死死 然後我就會最可笑 就像你回到9月30 那是我唯一可以租到的場地 雖然那麼大會被人家笑 我能怎麼辦 其他場地都不行啊 都完全不行啊 那你怎麼辦 就只能是這樣子 所以高雄辛苦就在這 是辛苦在這 很多的訊息出不去啊 我剛剛講這麼多 很好啊 對教育啊 對什麼財政啊 我們都寥若值啊 可是我們的訊息出不去啊 因為你們這些年輕人 都不太關切這些東西 好不好 年輕人最喜歡看的就是愛河 除了服屍還要服那幾尊 那叫什麼東西 那個小海報 我們很多的小海報 有啊就在隔壁而已啊 對啊 小海報這邊有很多亮眼 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通了一條愛河 旁邊就有服屍啊 道具不會太遠 就你你會覺得那個是很 很衝擊的現象 這邊服的是屍體 那邊服的是小海報 可是問題是 年輕人只看這個地方啊 服飾要不是服出這麼多 大家怎麼會看到它的陰暗面 而且愛河那麼漂亮的地方 我以前年輕人去世界 那麼多國家 我都覺得愛河真的有辦法 你 我真的覺得高雄 可以發展很多的夜經濟 夜間經濟 你要是去過很多世界各國 那種海岸線裡面 那個夜間那個燈火一打開 然後呢旁邊就是全部都是 這個咖啡廊座 或者是什麼 那些夜間的經濟 或是酒吧一條街等等的 高雄很適合發展 任何只要有河有川 有海的地方 都非常適合發展夜經濟 可是我們現在的夜間其實還蠻 還蠻 還蠻 還蠻燈光不 不亮 人 人群還蠻稀少 我要當高雄市長 我一定好好來發展高雄的夜經濟 夜經濟 那個是你花蓮很難想像的 高雄有這個條件 你想想看 那我去看愛河 我是覺得 那麼漂亮的地方 也沒有 因為每次一開店就倒 就是那個經濟的量體太弱 經濟量體太弱 所以高雄你看現在 我們2007年 我們當初 對我們當初的時候 被台中趕過去的時候 2017年被台中趕過去的時候 我們輸台中300多個人 現在我們輸台中7.5萬人 2017年 5年之間 從300多人現在輸台中7.5萬人 以前是北高北高啊對不對 你們都聽過北高 高雄是第二大城市啊 現在輸台中 真的看不到車尾燈 就是這樣子 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是差很多啊 那這些數據 其實都沒有人靜下來聽我們 所以高雄其實有很大的空間 真的有很大的空間 你覺得在高雄這段時間 你感受到最困難的點是什麼 困難點就是我必須要當海軍 我們說 好這個 這個有陸軍嘛 陸軍組織戰彈贏不過 那空軍 這個媒體被封鎖 所以我現在都在走海軍路線 都去拜訪任何人都不敢公開 譬如說我曾經去剛開始大辣辣的 哇那些這個廟裡的主委 都來迎接我們 德雄其中好酸 你們這真不錯對不對 國民都怎麼說 也是第二政黨這樣 每個人都還蠻歡迎啊 然後再加上以前 韓市長時期 他們民政局長啊 還有一些 其實都經營 工廟都經營得很好 可是呢照片一公布 過兩三天 這個陳其邁就大隊軍嘛 做同樣的廟 重新再拜過一些 一模一樣的廟 一模一樣的行程 重新拜過一次哦 然後呢 還有這群人就說 然後呢 那個報紙就會說 你看陳其邁爬莊成功 或者這些這個公廟的主委啊 幹事啊 這個領監事們 你都要重新站過來 然後就是姨父 然後他要再加上旅程 然後就是大推頭 比我那個推頭更大 然後就姨父 你看這個才是本尊 這個是 所以說你看 我們隨時都會遭遇到 不然就是參加一個活動 都說好了 然後消息走了 對方就高興說 啊那下次這個不方便 欸什麼西方會這樣子耶 我告訴你 我隨時都遇到這種 現在不方便 那像我們這種人 當老師當久的 臉皮很薄啊 那我們就不會為難人家 那久而久之 我們就知道說 好啦 還是可以去拜訪 但是不要公開 然後呢 就是就是不要給人家公開 不要讓人家單位為難 人家表面會去 去跟陳其邁站台 啊私下還願意幫我們拉票就好 然後有些時候 就像我說的那個什麼大扛棒啊 有些時候 還租不到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會被查水表 這些事情都在高雄 你都很難想像 特別是我都好難過 隨時一個活動 然後就被取消 啊取消就是內部有雜音 或者有人來說 最好不要跟我同台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前面就說支持你了 然後過幾天之後 欸同樣一個人啊 變成是他後援會的會長 就我只能說啦 人家這個有在 在這個圓這個有怎麼樣呢 行政的資源嘛 人家有現任的優勢嘛 你就 體諒吧 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我如果是你我可能會直接跑去 因為你說你可能拜訪他 他後來就變成陳其邁後援會會長嘛 我可能就直接跟他說 來我現在來拜訪你 你以後會多一個工作 哈哈哈 我給你資源 這資源高雄市政府會下給你 哈哈哈 高雄高雄資源現在看起來 因為他們所顯示出來 就是大軍要押近嘛 然後西瓜派嘛 就會一副就認為 你是沒有任何翻身機會的 所以大家就會往那個地方靠 那那南部地區哦 其實他不像北部 你看像北部 你會你會發現 欸我我都還有一點聲音了 你看我們謝龍介 當初你看那個即將 整個全省是多麼 我們隆蓋身呢對不對 每一次到哪裡去就很多 你看你有聽到謝龍介的聲音嗎 對啊 你看這就是 那你看媒體的聲量全部都在北部嘛 台北跟桃園嘛 那你看他們有議員會去不同的媒體發聲 然後再加上這個站得很激烈 那南部你就會發現死氣沉沉 戀情很冷冷到你就覺得然後又是疫情 所以你才說你這樣我才會說我9月30號我是不會擔心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那天會出來多少人 每個人都說有怨 但是你有怨你會不會願意站出來 怨是一回事氣是一回事 但是願意站出來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我們就僅能盡量嘛 盡己之力 那你真的很勇敢耶 敢辦在9月30號耶 我就告訴你一個國民黨的女兒就是比較有怨 反正都來了就不怕 反正一天到晚就給你告訴你一些民調 然後就是這樣一天到晚唱衰你 被唱衰久了 我發現人被唱衰久了 就內戰的那一股氣就會出來 我說實在了 你就覺得你都把我看成這麼低 你像這些民調單位一個個把你寄出來 幾月幾號你做的東西 我看11月26號要讓這些民調公司紛紛倒台 我告訴你真的是 我的感受就不是這樣子啊 就沒有到這麼差啊 你知道國民黨在高雄 說實在我去逛菜市場耶 我那些緊張是那個很基層 我覺得這時候要謝謝韓市長啊 我覺得他們是有投射感情在市長身上 所以他們對於他被罷掉 然後呢這後面這兩年當中 對於民進黨的這樣子的一些 阿拔跟欺壓他們卻有感 所以他們就會跟我偷偷的比賽 就那種感覺你沒有時候 多到你這樣一路走過去 人家一直很僵有跟你比賽 希望你搬過來 我有些時候因為還好戴口罩 不然我就會熱淚瘋狂耶 我就覺得哇 怎麼還有人這些有這麼對一個 我們這已經被看碎到不行的政黨 還有這樣的期待 所以你光是看到那個眼神你就覺得 嗯 你還是要為高雄對戰要好好的打下去 真的要好好打下去 真的是這樣子 你會感動 說到韓市長 那柯老師你最近有跟他聯繫嗎 韓市長最近才回台灣 最近才回來台灣 對對對他開始 他不是現在已經被我們宣佈 當我們的副團長嗎 天啊我也不曉得 他當副團長 今天新聞有說他 他跟韓濱都有聯繫啦 都跟韓濱有一些的聯繫 比如說像 他在我9月30號的時候 我只要一發布 最近幾次他就會有 就有一些在我底下會留言嘛 那留言你知道 他很厲害啊 他一留言就會有很多的流量進來 那他就是這樣幫我去 去讓我們的臉書讓更多人看到 所以你覺得韓市長他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你知道他以前就我們以前就跟他講過嘛 說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要不要出來選 甚至都說你不要出來選 把他放到民調他都是最高 那可是你看他那時候就會講說 好了那我即使民調最高 我去當黨主席 我現在還有這麼多人對我還有一些意見 我去幫人家站台 人家會怎麼樣去想 你看他都已經幫你想到這些 這些層面了 所以我覺得他繼續做他的公益活動 可是我認為他未來應該是用公益活動的方法 跟不同的候選人來幫他做一個服務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是一個非常貼心人家 會幫人家多想很多 所以難怪人家說他很接地 其實很多勞工朋友對他還是領免不忘 那我還是要強調韓國瑜去選總統 但是韓的團隊人家都繼續在做 韓的團隊都繼續在做 然後我覺得陳其邁有點太收割 我隨便講一個例子就好 讓我講一個例子上 像你說他今天就跟我們宣布說 他的林園這個小港林園縣的這個地方 延伸我們捷運紅線 已經延伸到這個林園站 然後就是好像他在收割 可是你不要忘記 人家是在陳其邁當副院長 韓市長的時候 就動用他的第二預備金 因為跟中央中央沒有給他這個錢 他是動用第二預備金去做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然後才是綜合評估 才有辦法今天來延伸 你陳其邁那時候在當副院長 你為什麼人家跟你要這個錢的時候 你不要 要讓韓市長動用他的第二預備金 那你這筆帳你來收割 難道韓市長當初沒用 他還是花了八百萬啊 這些歷史怎麼都不去講 所以有時候你聽到這些東西 你再把這個歷史一一弄過來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一個收割的人 就是一個收割的人 沒什麼好講 還有太多事情嘛 你覺得那裡的側翼 基本上就是一直針對你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他都針對你打 然後你走地面的行程 你只要敢發出來 他們就再掃一次 對 而且一模一樣的行程 而且跟得很緊 我上次你看明天是教師節 我上次很早 因為我的學生都是老師嘛 所以我很清楚教師的辛苦啊 他們要管營養午餐啊 他們還要去做很多的總務的工作啊 還要做很多哎大家有平板生生有平板 他們還要去管這些平板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這個行政儘量等等 我調理了好幾項 非常巨細迷迷的 然後你知道嗎 我發布完第二天 我們陳大市長就在12點鐘 打電話給教師產業工會的人 他要見這些工會的幹部 所以我在想你明票贏我這麼多 照你的明票講你贏我都40% 340%你幹嘛逼我逼的這麼近 如果照你這麼說你就 涼涼要躺在那邊就可以了 可是你看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例子 像你今天他有勞工後援會 我今天我今天也剛好 跟勞工朋友約 他在我前兩三個小時就舉辦的 勞工後援會的世事大會 類似像是 逢出不窮 因為我個人覺得他四年前拜過 他不允許有任何一點點的散失 其實我不是韓國瑜 我沒有他那麼美 他對我們這種小女子也是這樣子 這樣子非常勁逼到沒有任何一點空間 而且你不要忘記 當初韓市長在的時候還有中天 現在你TVB時都要被移屏了好不好 都要被移開頻道了 那時候還有二四小時 然後每個人就跟著報一千什麼 三立民視都不想報 可是因為中天收治率太好 明天只要報韓國瑜就有收治率 現在沒有這種事 現在完全沒有這種媒體 所以你看有很多我們的政見很多時候有 但是他那個曝光度其實是不高 這個整個情況是完全 跟過去是不一樣 即使是如此 這個陳其邁還是房的 非常非常的滴水狐漏這樣子 哇那陳其邁真的 他是想要問鼎未來的總統的感覺 哈哈哈 我知道他今天也看了蓬佩奧 你不要有一部國際程式要建高自己的部分 記者來問我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說我旅遊 我的人生第一工程是旅遊世界 我在國外待那麼久 我跟蓬佩奧 我可以跟他直接來告訴他 我們如何可以來合作好不好 我比他更理解 不用透過反應 好不好 給我機會 哈哈哈哈 更國際化 更globalize 更international OK 哈哈哈哈 哎呀 那既然他現在房的滴水不漏 我看來930可能是相對比較大的突破口 對嗎 按照你這樣去講 希望 我們希望 但是我現在也很忐忑啊 所以所有看到我們封島的節目的朋友 無論如何你9月30日 不管你 你真的不用喜歡 各自你也可以不用喜歡 國民黨 你只要討厭民進黨 都歡迎站出來 好不好 但是比較誤實一點 哈哈哈 你喜歡封島的啦 9月30號去夢 夢時代看一看好不好 各位 哈哈哈 可以嗎 我們線上2000多位好朋友可以嗎 哈哈哈 可以 你只要喜歡封島 你不用喜歡我 你只要喜歡封島 就請你站出來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被打得太慘了 哇 非常慘 真的很慘 我也不曉得 每個都說高雄 高雄很難打 但是我不知道 他們是封到這個程度啊 然後你看看 那種陣仗 哎 他的那個什麼競選總部啊 就一定會做的 我們沒有競選總部 我們就放在那個 跟韓市長一樣 韓市長剛來就是住在我們黨部 我現在就在他住的地方好不好 就在黨部 然後呢 當然我沒有向他們刻苦好不好 我還在 我在還在 還在 我還會租個房子來住 但是就是還是很刻苦 就是那個黨部 那別人就是你看這種 然後他們 他們真的是資源太多了 資源太多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比 然後你看他的人脈 他各方面 所以我才說嘛 金脈 金脈 人脈 我還要面對其脈 哎 請這樣寫 很慘 其實 大家還是很勇敢啊 對啊 國民黨中央應該要 要很注意這一塊的 因為 一二六一打完 再四個月馬上總統大選就開打了 你說對了 我告訴你以前 馬英九那個年代高雄 台南都輸的很慘 可是那時候台北很強 北部很強 所以你可以北票 補南部的票 但是你現在怎麼辦 這樣北部不夠強 東部也還好 南部你輸這麼多 你告訴我明年 你的立委跟總統怎麼去 你說對啦 所以你整個政策 你不能只是放在北 再怎麼樣 其實國民黨都還算是優質的去 南部你如果沒有辦法 有太多的資源下來 你明年真的很難 我們 你說我們怎麼打 我們這邊沒有任何一個立委 高雄沒有任何一個 高雄台南沒有任何一個立委 都是民進黨的 你說雙北 我們台北 新北還有三個 那會更怕說台北 桃園也有 都是我們的立委 高雄還有稱在那個地方 南部 左水溪以南是沒有辦法 那你說這個票 我還講說東投 東投的票都是高雄 去補台北的 桃園勝嘛 都是高雄去補台北的 到最後你看 反拜國衛生就靠南部來補票 你知道 所以國民黨如果不重視左水溪以南 然後我們打了這麼辛苦 你不要說明後你怎麼辦 甚至不太有機會 這是個策略 我們這麼勇敢也沒有用 士氣會整個崩掉 對 但是我會撐住 讓我們的談不會崩 我相信絕對不會 我們會撐住 我相信 因為你自己外面去看嘛 你常常走到外面去看 到高鐵站還有到任何地方 很多人看到你 還是非常的期待的 那種眼神已經比 就是我上次上演節目 那時候感覺好太多太多 可是他隨時 你只要你升職一起來 他們的動作就頻頻了 就又給你丟一個名叫 你看我就跟你預告啊 都有人告訴我 自由時報 我禮拜五辦完 然後禮拜六會公布的 對我不是很好的 我都已經收到這個訊息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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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啊 會不會有那種路人看到你說 柯智恩 我終於知道 原來 你不是男的 哈哈哈哈 就像你一開始講的 有人說 這名字好像看起來 沒有 通常你要看到這個情景 應該是 你跟他握握手 然後幹嘛 他會說 哦 你是男人 通常是這樣 可是可以跟我打招呼 就會跟我喊加油 真的一路就會喊加油 你知道 像我們那天到那個 那個左營區 那陳其麥 知道我一天到晚去去 去參加那個 那個從陽 那是市政府辦的 可是通常每個人都可以去跟他打招呼 發扇子 反正每個人都在那邊 65歲都可以去領個什麼 小禮物嘛 那陳其麥就會到那個現場去 然後拖了很久 那我們當然就想 他在那邊我們尊重他 當然我不好意思進去嘛 可是我發現他前腳走 我後腳進去 哎 每個人對我們的反應 還是非常的熱烈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蠻好的 只是我們的物資 實在比不上他 我們發了很多小朋友去幫我們發那個扇子 我們發了4000份 已經夠多了吧 一堂裡面發4000份 可是我一走進去看 哇 每個人人手一致成幾面 賣的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人手一致 我們是隨機性的發 他是人手一致 哇超強 不過還沒有關係 通常拿他的扇子 都跟我說加油 一鏡婷 拿著他的扇子 跟我說我一定同意 這個你的小編 我如果是你小編 我馬上拍起來 拿著 這個畫面真的還蠻好笑的 這個畫面還是蠻好笑 所以你會發現 好可怕 資源很可怕 他的資源很可怕 而且我說實在 陳其邁也真的是 命有夠好 他小英男孩 雖然他很討厭人家這麼講 他跟他命有夠好 你知道 這個房 這個東西剛好 剛好 台灣的熱情剛好 全部下來 然後你看中央給他 非常多的資源 台積電2017年 人家陳菊就努力爭取了 那時候小英不給啊 陳其邁上去 小英男孩就給啊 他有太多的資源 全部 全部都是在高雄身上 很好 有高雄的資源很好 但是我還是要說 陳其邁 你真的不是能力特別好 是你的運氣蠻好 真的運氣蠻好 中央全部把資源 全部給人 這一點 的確是要給你拍拍手 沒有什麼好講 但是 這個東西 任何一個市長 更有能力的 還是需要中央 關愛的眼神 還是這樣子 對啊 投胎投得很好啊 陳澤南跟陳水扁 就關係超級好啦 延續到這一代 對啊 所以上次他們有一次想打我爸爸的議題啊 說你爸爸當校長這麼久啊 但是教育界出身子 沒有可能來投資高雄 我就把他 投資高雄的什麼東西 我就把那個18年前 20幾年前的事情講完講完 後來發現兩天之後就沒有人在講 因為後來有人提醒他嘛 你打柯森的爸爸 那是不是 國民黨的策略打陳其邁的爸爸 他的策異接到這個訊息之後 從此再不會講這個訊息 很可惜啊 沒錯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啊這個東西都會是的 反倒在那邊要打輿論戰 打這種梗圖戰 好像也打不太起來 按照你這麼一講 很難 因為那個議題 你有聽過什麼議題 是這個所謂的政見 會變成一個後選人放選的條件嗎 沒有嘛 就是跟個人有關嘛 你看我們現在的桃園跟台北 你有看到 其實大家都有提出政見 可是沒有人管政見啊 你現在台北 就是周玉寇的議題而已啊 周玉寇要選台北市長我知道 對對對 不過我還是非常謝謝寇寇姐 因為他的這個新聞發酵力太大 所以我們的蓬佩奧到高雄呢 都沒有人關切 所以我是好吃 謝謝寇寇姐 欸說的也是欸 我都沒注意到 你沒注意到對不對 對對對 我已經忘記蓬佩奧了 對對對 他們很想 蓬佩奧開玩笑 當初的 當初你看他第一次在台灣 那引起多大的一個關注點 你看他這次再來 台灣也到我們高雄來 你看他跟賴清德河 和體喔 跟陳清漫吃晚餐喔 你看你有看到新聞嗎 謝謝寇寇姐 否則的話 又被他們大內宣說 哇你看蓬佩奧來逆庭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一點要謝謝寇寇姐 這個新聞的量出被他洗濕掉 周玉寇真的是民進黨的大殺招欸 殺北又殺男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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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現在民事已經把他拔掉了 沒有啦他還是存著他在152台 只是比較頻道比較後面啦 但是就那個主流頻道把它移開了吧 所以你就可以看說欸 通常你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民進黨也真的很敢 你看同樣一件事情 他要怎樣就怎樣 當他要你去講話的時候 就把你放在這個地方 當他發現你影響選情的時候 說把你移開就把你移開 然後你看這次跟當年關中天一樣啊 就大家講的嘛 中天當初被關的時候 NCC又跟人講說 你看你們中天連韓國瑜穿襪子都爆 那大家講 那你周玉寇講別人滾床攤 難道你NCC不管嗎 你就拿這兩個例子來看嘛 是說人家滾床攤比較嚴重 還是韓國瑜穿襪子你要爆比較嚴重 這就是馬上看得出這個標準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進黨對媒體的控制 但是你還是要配合他 我自己在高雄就很動感了 當你媒體都被控制 也不是每個人像你封岛一樣 動不動就有這些人上線 你未來還可以累積這些人數 如果沒有靠自媒體的話 有這些聲音怎麼出得去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比國民黨 好像在聰明太多了 又是進入校園 又是進入媒體 他們的自媒體也很多啊 我們花蓮的那個Glass 就酒駕的那一個 最近跟486也合上節目 還有他曾韻鵬 也跟486上節目了 從4X貓到486都姓氏了 所以一定會死得很慘 所以死得很慘 沒有啦 這個東西是 可是他們也不用透過這個 他們太多側翼 然後有太多 主動媒體都全部他 如果你真的是把TPBS 從56台移到150幾台 這全部那一條線啊 這一條龍一條線就全部了 然後這個9而9之9而9之 因為大家都有收拾習慣嘛 9而9之又會繼續看啊 對啊 所以你看現在如果我們高雄 其實都非常留情看三立跟民視 他們也不看 除非是有些人看TPBS 他們對我很熟悉 但是你如果看三立民視 因為我沒有上這些節目 他們當然不知道你是誰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是很嚴重 所以你們是對的 現在就開始開發自媒體 以後我希望這些主流電視 都以後都變成這種 側翼的傳聲筒的時候 真的只能靠自媒體來 來替自己發聲 對不對 嗯 有一者董內問說 可以讓大家知道 北部的朋友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忙柯老師嗎 欸對對對對對 我是不是要到那個台 我是不是我的公車廣告 要去跑一下我們的新北啊 跑一下台北 呼籲大家回來投票一下 我覺得我們高雄的北漂子弟 非常的多 唉 所以當初韓國瑜打出 那個北漂子弟回高 那是很吸引人的 真的很吸引人啊 很多人就是這樣 很多父母親都希望 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回來啊 可是他們回來 他的心思還有那個種類了 還是一句話 那個種類不夠不夠多餘 因為到我們這個地方 全產的服務業 服務業現在目前很慘 所以我就很生氣啊 服務業這麼慘 觀光這麼慘 你跟以前不要說什麼路客啦 就是他觀光業這麼慘 然後呢到那個夜市已經少了這麼多人 觀光產業的大頭都跑去給陳吉麥 支持他的後援會 我都不曉得這些人在幹嘛 他對著去下面 他對著下面這些遊覽車司機 對著這些人嗎 你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你民進黨政策錯誤 你才讓整個的這個整個國境被關成這個樣子 你不要說路客 我們不要去談談這個 光是國外的 你要進來大家都不想進來 你這個時候還可以告訴我民進黨政策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讓我很生氣的 觀光產業應該是第一線 幫你這個觀光的這個業者來發生的 這個住房率都很低的 只有幾個活動你才會住房率高 平常都住房率這麼低 那你還要站出來立體陳吉麥 幫他當然後援會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 搞不定這樣想什麼我都不知道 嗯 生氣了 哈哈哈哈 我教你一個手勢啊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那麼挺陳吉麥啊 你有看過這手勢嗎 這不是愛心嗎 沒有這手勢是網美比是愛心啊 政治人物比是這樣 哦 來來來 OKOK 哎呀好 懂懂懂 現在懂了 他是一個動態的GIF 哈哈哈哈 好啦我下次我下次這樣 那個台北的朋友喔 你們要怎麼幫柯老師喔 你們就9月30買一張票直接 帶團直接下去高雄嗎 夢時代啊 柯老師7點到幾點 我們是7點到9點多 那天也是第一次那個侯友宜跟盧秀燕會 會一起幫我站台來推薦啊 對那他們因為都要忙完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都被民進黨說他們 他們現在不能跑選舉嘛 所以他們一定禮拜五晚上等下班晚之後 所以每個人來到這邊都已經8點多了 真的上台都要變得快要接近9點啊 這樣子啊 對他們那天那這兩位會 會過來 7點多到9點 對對對 7點多會 他們他們大概上台時間到8點40 8點50吧 不過我還是要跟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到高雄來觀光 就在夢時代啊 其實高雄還是蠻好玩的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把一些經濟把它發展得好好的 我去過世界那麼多國家 我真的覺得高雄是真的在觀光產業 可以好好讓我們這些的從業人員 可以賺到更多錢 讓大家看到 不然高雄每個人就來了就回去了 你知道要賺錢就像花蓮一樣 去花蓮每個人都會住個兩天 走到台中 花蓮的觀光就會起 因為你要躺 你要住下來 你才會帶動坐邊 這是騎經的老闆 我們那個騎經渡船口 那個老闆告訴我 每個人來一下然後就走了 他們是賺不到錢 他們希望能夠留下來 住個一天兩天 這樣整條的 你也才會有 那高雄每個人都是來了就走了 然後就到墾丁去了 不能到台南去 高雄就像一個過戰一樣 你倒是沒有辦法把高雄的觀光 把它好好的去做 其實在提升的 所以我一定要發展高雄的業景景 你講的這塊是真的是好耶 你有講的 因為像我們那個貨櫃烏星巴克 他說年度統計人數 大概兩百萬到四百萬 疫情期間 你兩百萬人在這裡過夜 哇那個經濟產值那很可怕 當然啊 所以你一定要讓人家留下來去過夜 你不是來這邊就放了一下 然後買個珍珠奶茶你就走了 所以高雄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韓市長有提到就是說 你來高雄 你是要從高雄出 就是從機場出 從機場出 就表示你可以在我們高雄 停頓的久一點 這才是一個很多很多業者還需要嘛 所以你看我們很多的地方裡面 他們都很希望能夠有序的 不是一個活動辦完 人就沒有了 暑假很多人 剩下的時間365天 你只有禮拜六禮拜天 那剩下時間怎麼辦 你看你有機會到國外去 人家到一個地方去 就是那個地方 什麼時候都是維持那個樣子 隨時都會有遊客 隨時就會有旅客 不是靠活動來吸引人 那我們就要把高雄打 他有本錢的 他是有本錢的 所以我覺得 我常常就覺得說 他們每次都說兩年拼四年 我說實在 不是你兩年拼過去二十年來 你民進黨長期執政 你把高雄搞成這樣 你這兩年是你 兩年是過去二十幾年來 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任何時候 你看這時候熱情回流 高雄土地多 人力便宜 任何人當市長 都會來投資高雄 如果今天韓市長 留在這個地方 也是很多人會來投資高雄 因為他就是一個 方法於持續就是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土地 你要來高雄就知道 我們土地蠻多的 那我們人工又比台北便宜 為什麼不來 他有太好的條件 是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 那只是陳其邁 真的 他一定很討厭我這樣說他 就是運氣好 小英南海運氣好 他運氣超好 真的超好 超好的 這輩子沒輸過 輸了韓國瑜那一場 還變成行政院副院長 哪裡輸了 根本沒有輸過 錯 選輸了還可以再重來一次 還可以再像那個抽牌 還可以再重抽一次 選輸還可以再抽 有人這樣子嗎 選輸還可以再重 選輸還可以再選一次 沒有人這樣子 整個 整個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不是兩年 兩年是把你過去二十年 你民進黨執政的高雄 好好把他追回了 這本來就是你該走 多阿恨你 我就說是多阿恨你 楊子姐姐來看直播說 我高雄人看柯市長很認真很辛苦 9月30讓我們再見中華民國國旗海 欸他會去喔 你看嘛 只要你不用喜歡柯街 你也不用喜歡國民黨 你只要喜歡瘋島 就請你來 這句話 比我正在講有說服多 沒有他是喜歡柯市長的 還有 謝謝謝謝 一位中jack說 太高興抖內一下 柯市長加油愛你喔 你看又是柯市長了 還有一位新北民眾哥說 柯老師加油再次翻轉高雄 我比較想要問的是 新北民眾哥會從新北去到高雄嗎 哈哈哈 好貴喔 高鐵票這樣來回 真的來我們高雄消費一下 這要是 不管是怎樣 柯市長知道 越來高雄消費我們都非常歡迎 真的真的 我們真的很認真 而且我們很有土 這時候我們很正派啊 真的 我們真的都 我們金門哥說 年輕子弟沒回流 登革熱先重返高雄 欸對 你們登革熱回來本土的欸 真的真的 陳其邁兩年拼四年的這個任內 人少了蚊子變多了好不好 人少人蚊子 我這樣子能說人少變 我就想人少 人變少蚊子變多啊 馬上就明天就已經 都變猛烘的 這事實啊 韓市長這個時候沒有登革熱啊 人家李四川副市長 把那個水溝通的多好 你看那個水溝通的多好 沒有蚊子啊 現在蚊子都回來了 都回來了 對不對 已經好幾起了 超過十以上了 超過十幾起了 這是事實啊 明天的媒體報導 柯智恩看摔高雄 對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一定不會爆 因為他們已經這個套路 已經從我到高雄呢 就一路在講 就是說我唱衰唱衰唱衰 不是我唱衰 是你做衰好不好 你把高雄給做衰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 才是最大的問題 真的是這樣子 不要去 要去解決問題 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我一直在講 不是解決要提出問題的人 然後他們的側翼每次都講的 這個這個 反正那講的邏輯也是 我在裡也聽不太懂 前一陣子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那個陳麗娜 是不是跟我們聊聊那件事 我記得當時候 我們這裡好像也有人在談這件事 不過我們很清楚 我就沒有聊了 沒有啦 陳麗娜本來就說他這次不選 那這次不選 他在黨內就是有一些 他不選的話 他就控出一個名 就有個黨內的初選 那黨內初選 就我們有一個陳世民 就是很年輕人 他就出現了 後來就 後來那個麗娜就是在登記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她是我的發言人 因為她不選 所以她那時候真的沒有說要選 所以她那個時候就是 我可以請她當發言人 她也是當一個很好的一個發言人 因為她在整個議會 這樣自身五連霸 後來突然在最後一天裡面 可能是黨中央希望麗娜能夠 因為你在登記之前都還可以 所以黨中央就希望能夠麗娜 因為她大概從很多的方式認為 就是說如果國民黨要拿回這個過半 但陳妮娜這一席是很重要的 而且很重要的 一個一點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 他們那席有負面保障 那陳妮娜通常 她如果要出來選的話 她真的是問題不大 因為她地方經營得非常的好 然後她可能透過看到一些民調 覺得說我們出現的這個年輕人 恐怕這個民調要把它扶起來 可能恐怕還有一段的距離 然後所以說他們可能就是重要 所以陳妮娜基本上也算是委屈的 因為她本來不想選 那中央就是立足她希望她出來 可是她一出來登記之後 她所說的攻擊就對了 因為我們那位年輕人 人家也是經過黨內 正常的程序一路這樣過來 也是正常的程序這樣出來的 那你現在突然這樣的方式 那雖然說如果說我們本來是說 希望能夠面面俱到 可是你這個就會引起很多人 那你國民黨扶植年輕人是在說假的 所以就造成這樣 所以這是整個中央的態度上面 但兩方都受傷了 年輕人覺得你應該給我更多資源 扶持我讓我能夠當選 那立娜也覺得很委屈 她說最後我本來不選 是你希望能夠保住這一席 我為了你出戰 所以我被人家這樣的攻擊 然後你的打中央又沒有講太多話 那國民黨每次都會給我做這種事情 那你點頭就知道 那我又是一個市長候選人 這兩個 一個是我的發言人 然後一個又是我們力挺的年輕人 那我們也很尷尬 對不對 然後基進黨 中間你被攻擊啊 對 那基進黨就拿出來 可是你出來講清楚了 算了 基進黨 基進黨我覺得對他們 對他們現在來告訴我 一個很好的方法是什麼 他們只要一天到晚罵我 罵我罵我 我們只要對他喊 跟林佳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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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不成了 他們不是鬧出來最大的就是 他們去跟林佳龍道歉這件事 不過這件事情的確是 我覺得是中央處理的 讓兩方都受傷 然後後來陳妮娜就退 就退打 這樣子 但是他私下還是跟我 維持一個好的一個關聯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會讓對方見諷他的 就是說你看你挺青年人士的 我們阿傑島內說 高雄人有反映高雄停電問題嗎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柯老師你的髮型有改變嗎 謝謝你 說我的髮型有改變 表示有注意到我 無個簡單 謝謝有第一個回答你 高雄就是停電啊 我就跟你講嗎 九月營停的第幾次了 所以我今天有發了一篇臉書 就說你台電需要來面對 雖然我們知道台電 真的基層很辛苦 但是你南電北 說那個網路的 網路的那個韌性 基本上就會比較 破除比較嚴重 那當然有很多人會提到 你台電上次不是 爆發一個非常多 因為我們那個壽山動物園 台電就捐了八千萬給我們 很多人就說 我們當然有人捐款給我們很好 可是大家就會想 台電有辦法尊清目的費用 那你可不可以拿這個八千萬 把你的電網 一些比較破舊的 可以好好把它修好 不要讓我們常常這樣停電 那有人說 那你陳其邁當然要好好的 雖然這是台電跟中央的事情 可是你陳其邁也要站出來 去嚴格的監督啊 你甚至應該站出來跟 蔡英文嗆聲說 我們高雄的這個南電 北宋的這個問題啊等等啊 但他們就是默不作爭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讓台電出來啊 就說他們努力的 我都覺得台電的基層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這就是一個問題啊 那你不要說停電 我們台積電過來 這些都是高耗水耗電的 這個產業 你每天這樣搞法 我真的不曉得 萬一這些都進出的話 我們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市政虎目前都告訴我們 沒有停電問題 沒有停電 王美華也說說沒有停電問題 好吧 那就繼續看吧 看高雄人忍受不了人 我覺得高雄人忍耐度 其實還蠻高的 我真的覺得 怎麼可能沒有停電問題 那個台積電再進來 那個吃電怪獸欸 對啊 可是問題是台積電 我們還是歡迎他 但是你就是要確保人家 護國神山嘛 我們一定先歡迎再起 可是你這個用水用電的這個問題 都是高耗能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沒有準備好 只是歡迎台積電 然後後續 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 那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我們國民黨籍的議員提出來 馬上你看對方就說 你看你們就是不想讓台積電如何 如果國民黨議員都在怎麼樣怎麼樣 在立黨台積電 啊 真的實在是我覺得 真的政治好無聊欸 真的很無聊 他們都在都在 還是一句話 你要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解決提出問題 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 沒有對他們而言真的是這樣 中華歧視問說 高雄現在很多中間選民都在懷念川柏 你是否能考慮跟川柏多一點連結呢 或者如果你當選之後 能找川柏回來當副市長嗎 川柏最需要當市長 他當初就說 如果他願意出來的話 就不會輪到我們 好不好 當了副市長可以嗎 沒有啦 因為川柏 川柏他會 他會來跟我們聯結 因為川柏他現在在一個私人的 事業裡面工作 所以川柏是一個工程人 他就是對人家是非常 就是所以人家如果跟他說 好好的做他的本業 所以川柏會在選舉的時候 可能是禮拜六禮拜天 他會過來跟我們 陪我們去掃街啊 還有好多議員 也都需要他來和平 他會去幫忙一些議員 可是都是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禮拜五的時候他沒有辦法來 因為他必須要禮拜六禮拜天 才有辦法過來 所以當然會去 可是川柏我們還是 他有跟我們講得很清楚啊 他會願意幫忙 但是就是還是要考量他自己 現在目前公司的利益 你看他就是他這個人做事就是 非常讓人家信任 不過他會周末的時候都會過來 對這樣子 沒有問題 就是很務實的一個人啊 對啦他就是很務實 所以他是因為很務實 所以很多人就在講啊 為什麼他可以把那個水泥 可以鋪得這麼厚 因為韓市長 韓市府不會貪污 他不會給回扣 他都可以把所有的錢 就放在工程的品質上面 對不對我沒有講別的 我只是說他們都很務實 都沒有做額外的事情 他們就是非常物質的把這些錢 全部用在工程品質 所以他現在所鋪的路 到目前為止卡特壓進 都還是非常的平穩 我每次聽到都是卡特四季 在跟我稱讚傳播 我們陳偉辰 董內說 柯教授柯市長 淡江畢業的在地高雄人 以您為榮 你的粉絲 謝謝 淡江的學務長 淡江的教授 謝謝淡江的校理 我還是 最後還是想要問一個比較深的問題 因為我一直覺得台灣的觀光 GDP只有4% 對比於全世界平均10%來說太少 所以你講到那業經濟真的讓我很感興趣 你是不是再深化一點來跟大家聊這概念 我完全同意啊 你知道嗎 台灣真的 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們有10% 10%人是最低 台灣只有4% 那個6%當中 來回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賺到非常多的錢 過去大家就說 你看現在兩岸的關係 你不可能有路可 我想以後越來越 那你國際觀光客過來 那你該怎麼辦 高雄就讓我說 很少有城市有山有水有海有川 這個要什麼就有什麼 而且你看我們高雄的六櫃還有四大宗教 我們的一貫 我們這些佛教佛光山 還有包括我們非常多的廟廚廚 那裡面真的是那種和田玉所蓋出來的 類似像這樣 還更不要說我們納馬下的元香等等之類的 類似的 然後市區裡面你看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個奇經如果我把它變成一個啤酒街怎麼樣 類似像這樣 太多點可以來去做 然後我們台灣真的是 它在很多的這個地方 當然是我們的觀光的一個政策 還有包括我們很多時候在引召外國的觀光客 進來的時候我們的友善度是不夠的 我們的很多號稱所謂的智慧城市 我們的APP的整個系統 跟國外比起來是遠遠不足的 遠遠不足的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來做一個整合 那我說高雄有這麼多 還有包括高雄是我們全台灣是遊艇的第一產業的 潛在的第一冠軍 你光是遊艇 還有大港遊艇 光是遊艇進來的維修 他們還可以修氣 旁邊所可以營造的那樣子的海岸線 更不要說什麼海岸的郵輪 大港入港 我們說大船入港 那是帶來多少的商機 等大船入港之後 每個遊客下來 那整條線的一個規劃 怎麼樣幫助他們可以 就進駐在高雄可以多住幾天 然後幫幫規劃一系列的 看你要做慢活的往山野去走 往我們的原鄉去走 或者是你要很快速的 要很夜店風的 這些都可以用一個面的方式 來做一個很完整的 這樣子的一個整個串接在一起 然後再配合我們的APP 再配合我們更智慧型的這樣子 讓國外 在國外你就可以接收到我們這邊 然後不敢再做任何的訂購 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個訊息 它太有潛力了 給我機會我一定可以把你 起碼幫我們市 一定可以把它提升到 比現在更高更高 所以我就提出了 365的一個方案 我就希望我們的高光產業 可以每一年提升到6%的 這樣的營料 我都很具體的提出值 哇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個 而且我不要忘記 我人生第一個工作叫做 繞著地球跑世界真奇妙 是把全世界的風光 再進台灣 我希望我人生最後一個工作 把高雄最棒的觀光 帶給全世界的觀光客 你因為看到我們 然後運營到我們 你不覺得剛好人生剛好完美嗎 繞了一圈回來 宇宙的終點也是起點 這句話好 這句話好 周訪蔡蔡子說 柯知恩市長加油 陳清茂議員加油 為高雄市民祈福 謝謝 非常謝謝 希望大家能夠 不要忘記我們 千萬不要讓我們高雄 消失在這一次 1126的版圖上面 一定要替我們加油 讓我們守住 真的要讓我們守住 這個藍天的高雄 真的一定要把這個選情 一定要把它炒熱 真的要把它炒熱 海荒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相有折扣喔